已辭任行政會議成員的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正式宣布參選下屆特首 身串綠色外套的葉太 星期四下午在灣仔會展舉行記者會 她說近年香港社會出現了撕裂和分化的情況 令她感到痛心 所以覺得要站出來參選 香港的社會是史無前例的撕裂、分化 我覺得我要站出來 為香港做更多事 帶領香港賣去更美好的未來 在這個關鍵時刻 我決定要參選 她已贏回香港作為今次的競選口號 直言香港的核心問題是要理信一國兩制 同時要開心建成和不同黨派合作 我們應該改變反對派 認為她只是掌握否決權這種思維 我認為非建制的議員 只要真正是擁護國家的主權 領土完整 以及落實基本法 政府應該讓她們參與特區的管治 讓她們成為忠誠的反對派 葉劉淑儀的競選政綱就涵蓋了九個政策範 當中包括以831決定為基礎重啟政改 還會為《基本法》23條立法 處理了23條我很慘愧 我認為我個人的表現是不夠好的 我今天看回原來還播出的新聞 我的表現我自己看到也很尷尬 下屆一個政府為國家安全立法 一定要審視當時的需要 譬如目前我們現在有一個法律的空迫 的而且確要尿填堡 就是分裂國家 其實各位不需要那麼驚23條 至於公布經濟政綱的時候 葉太就暗批出任財政司司長長達9年的曾俊華 說政府的理財方針過度保守 停留在掌櫃的階段 質疑錯誤理解和運用《基本法》第1807條中 兩入圍出的概念 因此政府未能有效刺激經濟改善民生 強調下屆政府有責任打破經濟的平頸 葉劉素而未來幾個月都會繼續 和不同界別人士交流 爭取更多的台名票和豐富其政綱內容 多網電視記者李樂宜報導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